11场掉价3000万,C罗接班忍户被黄马1.2亿甩卖,只为筹钱购一神将黄马目前正在经历近几个赛季最为艰难的时刻,缺乏攻击力的黄马,好像已经不再是那只银河战舰了,失去C罗的黄马,在面对强队的时候,并未踢出自己的足球,甚至攻击乏力到四场颗粒无收, 这样的处境,不仅让黄马队内球员人心惶惶,而且主教练洛佩吉特的率位,也开始不稳起来,最为极端的是,已经有人开始拿洛佩特吉和贝尼特斯相比了,当年被大师在黄马的遭遇,想必黄马球迷还没有忘怀吧,在这内忧外乱之际,黄马高层很显然该做些什么了, 众所周知,黄马队中有一位C罗亲定的接班人,阿森西奥,这位年仅22岁的帝王星,在前两个赛季表现不错,经常能够奉献精彩且关键的入球,让C罗和黄马全队对他都颇为欣赏,这不,C罗前脚刚走,阿森西奥就顺理成章,的顶替了C罗的左边峰位置,实现了自己的上位梦想, 刚刚上位的阿森西奥,在前几轮联赛中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,前三轮,阿森西奥虽然没有进球,但是却连续在比赛中制造点球,为球队的获胜做出重大贡献,可惜,黄马地心随着黄马的状态低迷,自身的状态迟迟未能发挥出来,为黄马出战过11场比赛的阿森西奥,阿森西奥仅仅打入一球并贡献一次助攻, 这极其低下的效率确实有些说不过去,黄储的低迷,也让他的身价逐步下跌,目前恐怕已经跌了至少3000万欧元。 日前,据西班牙媒体足球先生报道,黄马对阿森西奥在连赛前段的表现并不满意,11场一球一注的效率和他的前任,C罗想必实在是差得太远,就算是不期望他能够达到C罗的水准,但是好歹稍微接近一些也行。 显然,阿森西奥的表现让人有些失望,于是黄马便做出了B计划,在赛季后将阿森西奥出售,换取转会费去求购其他顶级巨星。 据西,切尔西和巴黎对阿森西奥都非常欣赏,他们正对着阿森西奥虎视眈眈,不过,阿森西奥巅峰时期,1.5亿欧元的转会费,恐怕要降下来不少了。 足球先生表示,如果有聚能不出到1.2亿欧元,黄马就可以将这位C罗接班人出售,出战11场就已掉价3000万欧元,这也是没谁了。 而黄马赛季后希望球购得到的球星,无非就是内马尔、开恩以及穆巴佩这些少,则2亿多则3亿欧的顶级巨星,看着黄马当下的攻击线,老的老,玻璃人的玻璃人,乏力的乏力, 实在是没有一位球星能够如C罗般站出来为黄马抗压,同时为黄马进球,不管怎么说,黄马攻击线的更新换代是在必行,而阿森西奥的命运,在赛季后自然会见分晓。